去到奧運的場地走出去那一刻 聽到那麼多人在喊、打氣 都會很自然地緊張 這次是一次很好的奧運經驗 我學會了不可以給自己那麼大壓力 小飛魚張森月第一次出戰奧運 是巴黎奧運會中國香港代表團 最年輕的榮手 雖然在女子100米和200米 背泳初賽未能晉級 但她會向泳隊師姐何思培學習 以正面的心態面對游泳和人生 成為全職運動員大約一年半 張森月在游泳以外都有新突破 透過香港大學的頂尖運動員入學計劃 九月入讀社會科學系 她感謝體育學院在升學路上 提供多方面支援 休學前最大的困難 都是怕自己回學後會跟不上進度 體育學院都有幫我想過方法 可能轉校或者是選哪間大學的 哪一個是 他們幫過我教我怎麼面試 幫助了我 令到我的大學面試 流暢了很多 到時回學後可能 游泳和上學方面都忙很多 體育院和學校那邊都會很遷就我 給我自己遷就時間 大家都是為人父母 我們理解每一個家長 對孩子的期盼 體育院做到最好的地方 是解決了運動員的後顧之憂 和各個大學合作 對運動員途大學這方面 提供了很大的幫助 很明顯延長了他們的運動壽命 提高了他們的運動成績 知道我剛來香港的時候是根本沒有的 陳劍雄說 在體育院執教超過24年 見證訓練設施和條件不斷改善 又說泳隊教練團隊背景多樣化 訓練效果更理想 剛剛來的時候 只有一個10-25米游泳池 整體的訓練條件確實非常的艱苦 現在我們起了一個52米的游泳池 所有的硬件軟件設施 但是以我所知 在世界上絕對是一流的 教練團隊其實是比較多樣化的 有些是我們國家隊推移運動員 我們香港的職業運動員推移以後 我盡量培養多一些本地教練 他們經歷過很多國際大賽 而且對香港本地的游泳文化也特別了解 陳劍雄又說 體院的運動生物力學專家和營養師 透過收集運動員訓練數據 身體營養成分和恢復情況等 讓教練更好掌握運動員的狀態 他期望運動員在明年第15屆全國運動會 和2026年亞洲運動會力增獎牌 張深月就希望發揮出水準 全國運動會和亞運會 我都希望可以游到一個好的成績 但是紀錄那些或者排名那些 就不會特別去想 因為始終不想給自己太大壓力 再次見 再次見 感谢观看